准备这个节目 郑老师团队把所有的演出的服装和道具 是从国内背到了拉斯维加 让我们更感动的是 演出过程中所有的台词 郑老师带动伙伴 不是用手机念的 是无数个深夜排练到凌晨三点半 最后有一个很难的舞蹈 叫科目三 郑老师什么时候跳过舞 你有学过吗 郑老师最后跳舞 苏林姐说 半夜三点 郑老师累到沙发横躺 守在空中科目三 各位你看到接下来这个节目 你会在欢乐之中被感动 为什么郑老师带动团队这么认真 因为他们很珍惜 为什么今天郑老师可以把团队带得这么好 因为他们很感恩 这个故事捏我皆知 来自于四大名著其中的西游记 以下的这个曲经团 从东土大唐郑州出发 一路向西天 来到拉斯维加 老师和季老师的身边 你都转过来了 故事的主角 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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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堂生 自欣欣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 郑老师 以及西天曲经团登场 掌声欢迎 各位我们这位伙伴是在人民大会堂曾经表演过的掌声欢呼接叫一下 请大家坐下 谢谢 请大家坐下 谢谢 请大家都坐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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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吧 玉皇 尊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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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 季老师 所有的FC 所有的超凡家人们 大家好 好 欢迎大家 都来到 不管也能 好不好 都别跑 人生奉此 向西游 拉斯维加 把金球 一鲁妖魔 何鬼怪 我先溜 找打 师叔 2024 新年到 大慧 小慧跟着跑 想法态度一提高 不得了 珍惜 感恩 我检讨 跟随开发 美惠道 大家如果做得到 数招票 我们 让我们一路向西 拉斯维加斯 去见陈老师 师父 师父 他们都说肚子饿了 是不是让我们老叔 去换点筛饭来 好吧 八千 快去快回 好的师父 来啦 来啦 听说 唐僧师徒四人 要去拉斯维加斯求取真经 今天路过此地 我要去诱惑他们 呀 帅哥 小美人 哪儿去了 我们去哪里呀 我们去拉斯维加斯求取真经 拉斯维加斯 那么远 大家一样可以做聚会 卖卖产品 不是挺好吗 不如我陪着你 喝点小酒 看看直播 把他朋友圈 一样可以求取真经的吧 哇 省下来的钱 我们还可以换更大的房子 买更好的车子 这样不是也挺好 听听了也好好的呀 要我全老鼠一抱 大师兄 大师兄 啊 苏 苏 苏 求得丧人心理 师父 师父 刚才那位女士主说 不去拉斯维加斯 也能瞧瞧真经 阿借 陈老师说 成功要单纯相信听话 照着说 不跟随讲成功 一个字难 两个字更难 三个字难难难 四个字难上加难 博士们 让我们一路向西 拉斯维加斯 五金 师父 围师有点口渴 请少点水来吧 好的师父 五金快去快回 我是白五金 前面有个和尚 让我去会会他 我们师徒四人去拉斯维加斯求取真金 你会愿意吗 你会电脑吗 你会开车吗 都不会 太可笑了 什么都不会 你还去拉斯维加斯 师父去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邀鬼哪里走 啊 师父 刚才那位女师主说 我们不会电脑 不懂英文 不会开车 可以去拉斯维加斯取得真经吗 武经 陈老师说 成功不是靠学历 财力 能力 而是靠学习力 陈老师不懂英语 不懂电脑 不会开车 照样把美国市场和全球市场 做得红红火火 他下了 所以呢 将我们继续一路向西 拉斯维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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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色热热染醉 悄悄问 圣桑 女儿 美不美呀 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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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说什么黄泉不怪 像 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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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有机会 摸剑 一个人 没有远剑 主剑 必寻短剑 不要在不该停留的地方停留 女师主 女师主 女人可以年华老去 但不可以言而无畏 行走在智慧中的女人才是最有魅力的 跟我去拉斯维加斯见陈老师吧 是的师父 博尔曼 师父 那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拉斯维加斯去见陈老师 好 我美 你 你 我美 你 我美 我就是 你 我 你 你 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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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是在这边 你不能说 我爱是在那样的 你爱是在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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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老师 老师走 老师走 你爱是在那样的 各位讲授欢呼声尖叫声 我爱是 李老师 我们二赢 我们永远跟随您 好 走 谢谢 谢谢郑老师 范安婷 以及所有郑州团队 曲级团的失业姐妹 谢谢大家 诶 陈老师 女神 你病没了 八戒 称赞老师最美 也是要买票的 各位我们郑老师团队的 七天取经的表演好不好 对对对对 我们全体起立 掌声欢呼声尖叫声送给我们 郑老师的 西天取经团 为我们带来的欢乐 为我们带来的正能量 为我们带来珍惜和感恩的好榜样 各位真的太精彩 太精彩 太精彩了 我们郑老师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之中 为我们真正展示了成功的过程中 什么叫做经得起诱惑 耐得出寂寞 还要可以被打磨 这个本子很棒 但我觉得这个本子里面呢 悟空 悟空怨气很重 为什么悟空怨气很重呢 因为有美女诱惑师傅 有美女诱惑乌境 有美女诱惑八戒 可是就是没有美女诱惑悟空 所以他每一棍子打得都很重 赵阳大哥在台下和清科姐 一直指着那个墙 他为什么指着那个墙 他讲说他希望演内堵墙 因为所有的妖精都被打在内堵墙上 哥哥你的目标要稳定啊 你要高定啊 你要做墙 要做墙你的FC啊 非常的感谢老师 在明星会的这个环节 你该不会等下江湖追杀力追杀我吧 感谢老师和清老师 我想接下来的环节 是不是我们大家最最期待的 就是我们即将见到我们所有人的妈妈 我们所有人的大家长 我们敬爱的老师 我昨天我看过一段话讲得很好 那话说人的一生如何取舍为智慧 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 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人的一生 我们至少要做对两件事情的抉择 一件事情叫选对事业 一件事情叫选对伴侣 为什么这样做